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政府也考虑让新闻从业员以及教师成为首批击中疫苗的群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首阶段疫苗接种计划下 预料30万剂疫苗将分配给前线医疗人员 20万剂则分配给非医护人员 包括保安领域 福利官及政治人物 另外首相丹斯林摩黑店表示 虽然政府有权在紧急状态下 临时征用私人产业 但有鉴于私人领域如此配合 因此没有行使有关的权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与此同时 政府呼吁政府机构 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领袖一起参与 以便共同完成这项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政府为了确保民众在接种疫苗后 不会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 当局将会率先筛检 个人的健康以及过敏史才会进行注射 以保障民众的健康安全 促进民众不要担心 首相丹须摩一定表示 任何人在注射疫苗之后 将留在疫苗接种中心接受观察 15到30分钟 之后才会获准返家 以确保没有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 莫一定指出 有关当局将在整个疫苗接种计划中 持续进行观察 以评估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同时将依据观察和评估的结果来采取改进措施 随着政府推荐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达德斯里里纳哈润表示 政府将在第一阶段为妇女部的目标群体 也就是6803人接种疫苗 当中包括勒林人士 残疾人士 以及社会福利局的前线人员 瑞娜表示 涉及目标群体包括48,564名勒林人士 涵盖勒林人士活动中心的成员和该部门所监管机构的住户 以及19,439名已经注册残疾人士兼社区康复中心学员 另外 他呼吁国人给予充分合作 根治政府制定的疫苗接种计划来获取疫苗 以确保我国能顺利和有效地执行疫苗计划 也是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部长的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凯利指出 我国即将在本月21号迎来首批超过30万剂的辉瑞疫苗 他强调 大马皇家警察和武装部队将在疫苗抵达我国之后 全程负责疫苗的安全 另外 政府也在探讨有关疫苗副作用的理赔事项 凯利表示 辉瑞疫苗将会由马航运输公司负责运输到吉隆坡国际机场 随后 疫苗将会进行分装 并且运送到全国存放疫苗的地点 凯利补充 目前 其他的冠病疫苗正在通过国家药剂监管局的监控程序 并希望在实行第一阶段疫苗接种计划的同时 可以增添其他公司的疫苗 与此同时 内阁也接受了卫生部的建议 拟定一项疫苗伤害特殊方案 探讨国人在接种疫苗后 政府是否会针对出现严重副作用的人进行赔偿等事项 凯利是在不曾推介全国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手册时这么指出 民众可以下载有关的手册 以了解更多疫苗接种的详情 来关注我国的新冠疫情 我国今天新增2727确诊病例 另外今天再有8人病逝 累计死亡人数达8983人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医上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新增的病例当中全部都是社区感染病例 其中最严重的州属是雪州 占了1300起 其次是柔佛451起 吉隆坡318起 沙拉越193起 以及沙巴132起 新增的病例最少的是难免有1起 康复人数方面 今天有5718个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达到224053个人 目前我国有44129起活跃病例 其中有253个人在加护病房 118个人需要呼吸器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里伊斯玛萨比宣布 从18号开始 雪州 吉隆坡 柔佛和槟城将继续落实行管令 直到3月4号 只有玻璃市落实复苏市行管令 另外政府也决定从昨天15号开始 沙拉越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直到3月1号 伊斯玛萨比表示 先前落实行管令的周数 包括吉达 霹雳 森美兰 马六甲 彭亨 登加楼 吉兰丹 布城 纳敏以及沙巴 改为落实有条件行管令 此外从19号起 落实有条件行管令和复苏式行管令的周数 所实行的标准作业程序和之前一样 包括允许进行婚礼 宗教仪式和社交活动 经济活动可从早上6点开始 直到凌晨12点 允许堂食 民众可依据桌子大小入座 需保持一米距离 以及可依据车辆大小载人 更多详情 他将在星期四公布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 另外他也宣布 政府决定取消10公里范围的出行限制 但依然禁止跨性化州 公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牛链行好云 恭喜发财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自身生意敬劳 祝福各位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最重要是身体健康顺顺利利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 一本万美 生意兴隆 祝大家牛链行好云 恭喜发财 恭喜 恭喜 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SPM将在本月22号开始展开 大马教育总监达到哈比爸指出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以及正在隔离的考生 虽然不可以参与考试 但他们可以延后申请补考 一切以健康为重 哈比爸指出 对于确诊的学生 因为被迫隔离而无法参加考试 当局将特别安排其他时间 让他们不靠 了啦啦啦 tempoh di mana perlu dikuarantin dan tidak boleh hadir untuk mengambil peperiksaan tersebut dan jika telah pun selesai melalui tempoh itu maka datanglah untuk mengambil kertas-kertas yang masih berlangsung Ketas-ketas yang ketinggalan itu akan dijadualkan semula Tapi yang pentingnya untuk menjaga kesihatan, keselamatan diri Habibah是在接受訪問的时候这么指出 由于疫情恶化,2020年SBM比試考試 展演到本月22号开始直到3月25号 涉及了考生超过40万人 霹雳州苏丹 上个月批准中内的清真寺和祈祷室 开放让最多40人祈祷 今天殿下宣布 预准霹雳州内所有的清真寺和祈祷室 根据面积的大小开放给穆斯林进行中午祈祷 以及葬礼祈祷 霹雳州马来西苏和伊斯兰宗教理事会主席 今天发文告颁布 有关霹雳州清真寺和祈祷室的活动指南 文告中声明 允许12岁以上的大马穆斯林 在州内的清真寺和祈祷室 进行周五聚礼、成礼祈祷 以及举办葬礼祈祷 不过参与者都必须遵守国安会 以及卫生部所制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其中包括遵守人生距离 其他或准进行周五聚礼的也包括 军营、警局、办公室、大专院校 以及工厂里面的祈祷室 文告中也强调 收到加强行管令管制地区的清真寺 则不允许开放 另外 当局也呼吁穆斯林自备带子 将鞋子一同带进清真寺 禁止在清真寺内聚餐 同时高风险群体也不允许进入清真寺 受到东北季后风的影响 衔接吉兰丹、甘邦不当拉玛 以及不当巴路的临时桥梁 上个月突然坍塌 对此 州政府已经展开混领土大桥建设计划 并且会在近期内竣工 尽快恢复两地往来的管道 由于衔接甘邦不当拉玛 及不当巴路的临时桥梁 上个月突然坍塌 一个月下来 民众只能冒着生命危险 使用窄小的火车道通行 我叫我去到木川面 我叫他去找他做了 在山沛浪海 要去水桃面 就要去水桃面 要去用水桃面 那儿 要 要 feliz 稍微 Champe 对此 能吉利州议员阿吉秀索夫表示 公共工程局将尽快展开 当地的道路基本设施建设工作 自2018年以来乡村及社会发展部 已经拨出三千五百万令吉 修建混凝土大桥 为超过一万个居民带来生活便利 一党主席达德斯里哈迪亚旺 昨晚因为呼吸困难被送入医院接受滞留 他的儿子在事后透露 哈迪亚旺的情况稳定 只是需要多加休息 哈迪亚旺的儿子 兼一党巴都部落区州议员 马马卡列尔今早在脸书指出 自己今早已经和父亲哈迪亚旺对话 并了解到父亲的情况稳定 只是需要休养 他表示或许是因为工作行程排得太满 父亲才会过于劳累 因此他也呼吁民众一起祈祷 祈愿哈迪亚旺早日康复 据了解哈迪亚旺是在昨晚七点五十分 送入不成医院 并且在九点二十五分左右 转到国家心脏中心接受治疗 云顶世界宣布 从今天傍晚六点重新营业 并且会严格遵守政府颁布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避免爆发感染群 云顶管理层方文告指出 在这段期间 云顶度假村内的特定酒店 景点设施将调整营业时间 限制供应或暂时关闭 云顶世界表示 他们将持续遵守政府的指示 在度假村内采取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 并以照顾所有顾客 以及员工的健康与安全为优先考量 同时要求所有顾客配合 另外 云顶世界促请民众留守他们的官网 了解详情 皮利周遗保一名重案组警长 涉嫌在三年前 向一名赌徒收取1000到1500令吉的贿金 今天被反贪委会提控上庭 不过被告否认有罪 法庭允许他也以万令捷保释外出 并责定案件在5月28号过堂 根据控状 现年37岁的警长 是在2019年6月24号 在仪保甘榜斗华警局的刑事调查组 向一名36岁的赌徒 索取1000到1500令吉的贿款 以伪造一份有利于被告的 否定赌博专家报告 这名警员因此抵触了2009年 反贪污法令第17条A款条文 并且和第24条A款条文下同毒 一旦罪成 被告可被判监禁不超过20年 以及罚款不少过贿金的5倍 或1万令吉 适合者为高 不过被告最终否认有罪 在辩方律师的酬勤之下 法官同意以1万令吉的保释金 以及一名担保人 批准被告保外候胜 并且每一个月都必须到反贪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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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际 疫苗分配不均不断引起争议 对此即将上任的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阿拉表示 疫苗民主主义将导致放缓疫苗疫情结束期 同时对各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打击 伊维阿拉指出 委任总干事的首要任务 是确保世贸组织在面对疫情之际 可以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措施 他说世贸各成员国应该取消 有关导致减慢药品出口的限制令 研究显示 如果贫穷国家不能迅速给该国子民接种疫苗 那么全球经济产出将面临9兆美元的潜在损失 或相等于大约36兆2700万令吉 而当中有大约一半的影响将由富裕国家承担 伊维阿拉表示 无论是从人类健康的角度 还是从经济的角度 奉行民主主义都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惨重的代价 因此世贸组织将为如何能以公平和负担得起的方式 向所有国家 特别是贫穷国家提供疫苗 治疗药物和检测用品 找出一个解决方案 现年66岁的伊维阿拉 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25年 以及担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事会主席 他将在3月1号 接任成为新一届的世贸总干事 这不仅是世贸所谓的女性总干事 也是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 美国驻伊拉克的一座空军基地 当地时间星期一 遭到多名火箭袭击 导致一个人死亡 多人受伤 周边的房屋和车辆也被摧毁 对此伊拉克总统萨利赫谴责 这是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 法新社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伊拉克北部 获得足自治区内的一座空军基地 大约在晚上9点30分 一名法新社记者听见多次爆炸声 并把浓烟弥漫上空的画面拍摄下来 当地媒体报道 伊拉克过去经常发生火箭攻击的情况 而这次是近两个月以来 首次涉及美国军队和外交设施的袭击 据报道 这场袭击事后不久 一个新崛起的武装组织写的守护者 声称对事件负责 不过这件还没获得证实 对于这场袭击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做出选择 并认为这是以上致命的袭击行动 无论如何 当地安全部门已经针对此事展开调查 并服务当地居民留在家中 直到另行通知 美国遭到冬季风暴的来袭 多个周数因为气温突然下降 进而影响人民的生活作息 截至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 美国中部地区已经有超过四百万户家庭 面临断电问题 部分地区也面对交通瘫痪 超市停业 以及学校被迫关闭的窘境 当地媒体报道 这场冬季风暴从美国中部向南方前进 导致美国多个周数和墨西哥 都陷入气温下降的情况 截至星期一 单单是德州就已经有三百八十万个加户停电 而堪萨斯 密苏里 阿肯瑟 路易斯安娜等地区 则超过二十二万五千个加户停电 当地电力公司透露 从北达科他到俄克拉荷马等十四个州的电网业者 已经要求电力公司轮流停电 以防止电力需求过量而导致系统崩溃 另外 根据航班检测网站的数据 极端天气也导致多个城市被迫暂停或取消进出航班 设计的航班超过两千趟 随着这场冬季风暴来袭 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已经对德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加强地方政府的援助 这本东京都政府透露 当地卫生部的叔父 令到共有八百三十八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没有上报 都政府解释 这是因为确诊病例增加 导致保健所的工作负荷大幅增加所致 日本媒体NHK报道 根据东京都政府的解释 负责收解病例数据和审核的卫生机构 过去两个月因为忘记按下确认键 以及未确保成功发送船针等工作上的失误 导致东京过去两个月 遗漏了大约八百三十八起确诊病例 随后这些病例已经追加到最新的季度 报道指出 这些问题是在保健所发现后向东京都提出修改病例的要求 随后东京都政府审核后发现的 其中 一路病例最多的是隔市区达三百九十起 其次是丰岛区池袋二百二十八起和涩谷区九十六起 截至昨天 日本累计四十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二起确诊病例 六千九百五十二人死亡 世卫组织批准紧急使用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并允许向部分贫穷国家展开疫苗分发工作 这是继辉瑞疫苗后第二款获得世卫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的疫苗 世卫组织宣布阿斯利康在印度和韩国生产的冠病疫苗 获准紧急使用 并作为联合国全球疫苗获取机制计划的部分 估计可以在今年下半年 向一百四十五个国家运送超过三百万剂疫苗 当中包括发展中的贫穷国家 阿斯利康是继美国辉瑞疫苗之后 第二款获世卫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 不过阿斯利康疫苗的价格比较便宜 储存也比较容易 目前最少有五十个国家批准紧急使用 缅甸的局势持续紧张 尽管军方人员在多个大城市部署 但民众依然继续上街示威抗议军事政变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表示 将采用柔和的手段处理缅甸当前的情况 不过他强调会以有效行动 对付有损国家以及通过暴力背叛国家的人 缅甸的示威浪潮未见平息 至今已经有至少四百人被捕 星期天军方首次大规模调动装甲车 并增派士兵到街上支援警方 联合国形容军方切断互联网和派出军车 到社区的做法犹如向人民宣战 据报道 警方在曼德勒发射橡胶子弹虚感示威者 导致两个人受轻伤 至于被扣留的国务资政昂山书记 原本昨天需要对他被控非法进口 无线电对奖机的罪行出庭 但他的律师引述法官说将被扣押到明天 满这个字对华人来说包含着吉祥的寓意 比如美满 圆满 满足等 新闻结束前一起听听这首由本地音乐团体 伊士家族打造的新年歌曲满 恭祝大家在新能一年里新年如意 元气满满 我是戴靖航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